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点在巡洋楼宋江银反思中可见一般 梁山伯好汉初报安良 纪律严明 深得民心 而在组织集带领梁山107名好汉替天行道一段时间之后 宋江也在不断思考一个问题 以后的道路该怎么走 难道真的一直和朝廷对立吗 尝此下去 难免会有王后之争 由于身受封建如学教育 宋江并不愿意也不敢长时间和朝廷为敌 所谓一朝为臣民 不得叛逆 以及司徒报国 从现实的角度讲 宋江带领下的梁山伯也并不想与朝廷为敌 只是奸邪当道 官逼民反 不得已而为之 于是乎 昭安似乎成了梁山伯好汉的必然结果 昭安之后 宋江的狐狸尾巴就显现出来了 昭安之后 朝廷只给了他一个小官当当 甚至他连面见皇上的资格都没有 毕竟宋江是向宋朝投降的 人家也是要提防他的 以免他再次叛变 为此 宋江为了赢得朝廷的信任 就迫不及待地想要立功来换取信任 比如在此 期间就有一个将士 他实在是受不了这样的生活 还想回到原来的那种自由自在的生活 为此 他就杀了一个官差 在事发之后 这个士兵他以为宋江会同行他这样的做法 但令他没有想到的是 宋江听到这件事之后 非常的愤怒 因为在这种关键的时候 不能因为自己的手下的某个士兵害了他前途 为此他把此事传到朝廷 他就直接将这个跟他出生入死的兄弟给杀了 甚至在梁山军队里面下达了命令 要大家不要将此事宣传出去 谁敢泄露 那个士兵就是下场 然而历史本身就是一种否定 既然明知朝廷蔡京 高秋 铜冠等奸血当道 排斥一几 朝廷蔡之后与之有过节的宋将等人 又如何能安好 事实不是也证明了这一点 在朝廷之后 宋江等人任命仍受排挤 还差点被冠以拥兵自重之转移 直到被派去评判方辣 方有立族之地 方辣只打下来了 可梁山坡好汉识取七把 不 一杯壮 可仍不得善忠 宋江 卢俊义 最后还是死于奸臣的陷害 何等七梁 然而用他的话说 这是大义 君妙臣死臣不得不死 从历史的意义上说 一个朝代既然不能代表历史发展的潮流 等待的只有新的力量来推翻他 实现改朝换代 可宋江却还是要走回头路 落了个悲惨下场 看到这大家肯定也知道 宋江为啥主动争讨方辣了吧 主要就是为了他自己的利益 为了获得朝廷的封赏 为了获得朝廷的信任 不惜和他一起出生入死的兄弟的生命作为代价 真的是一小人也 就连毛主席也曾讲过这个问题的原因 他说 像宋江这样的投降派 他争讨方辣的目的 就是想做朝廷的英权 获得朝廷的信任 返回邹虎 查看更多责任 编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